台南市议会市政总质询至今一个星期 今日上午由国民党议员鲁昆福和李中成进行联合质询 古木哈旧则改以书面质询 今日的议场并没有立起任行立牌 议员面对空档的被寻席质询 鲁昆福批评民进党员 指议员职位不是市长赖清德让他们做的 不能因为赖清德说什么就做什么 那么身为一位议员能够给予台南市民怎样的交代 鲁昆福说今日由他质询 丹一会并没有官员和市长出席背询 你今天民进党议员做议员 又不是拖清德给你做的 才能说拖清德说一句话 你就听到蜜蜜蜜蜜蜜蜜 那你民进党议员你身为一个议员 你对台南市民可以交代吗 本市第三天前 都照听书我六公文 要求台南市市长 一级一级主管 要求 一级主管 来面有特别 要求教育局 因为教育 一些问题 本市 要代表到 我们的市民乡亲 要来咨询 李中诚表示 他第一次担任议员 结果看到了场面 却是空荡荡的议场 市长副市长和所有官员 出席被寻 这是非常可耻和可怜的 他执疑 难道这就是民进党所说的民主吗 所以民进党的议员 你不肯又弄下去了 市长 市长 这次任党的议员 他就要去选总统 要去做总统 你也是只能留在台南市 所以 你如果要裁开你的眼睛 共同跟我们这些 吉他党的议员 来为台南市民来打拼 市长 有材料 你就正面接受我们的咨询 接受我们的挑战 不要唯唯说说 只会隔空喊话 这样 久来 我相信 你会 断了自己未来的政治路 卢坤福表示 所有市府官员没进一会 导致建设进度停摆 无法再进行 他请教赖清德 担任四年的市长 为安平区住了什么 唯一只改建成天桥 没有其他任何建设 他说 前市长许天才任期内 虽然不怎么好 但对于安平和其他地区 还有60亿的建设 而赖清德四年任期 安平区只有成天桥改建 其他完全没建设 记者黄俊怀林志德台南报导 他看到了 对于安平区 他在建设 有点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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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资设